从我年少时起,曾国藩就一直是地摊上的刷屏剧网红 他是晚清中心第一名臣,文能应试,武能杀人 他是鸡汤大厨,也是金句大V,还是圣人与屠夫的结合体 他一生落榜六次,自杀三次 是什么让这个笨小孩变成了千古第一完人呢 曾国藩小时候背诵一篇短文,花了两个小时还磕磕巴巴 藏在床底的小偷是忍无可忍 从床底爬出来,一字不拉背给他听,还一副恨铁不承担的口气劝他 就你这头脑,别读书了,种田去吧 笨也就算了,身上还有一堆臭毛病 看曾国藩入帝都打拼的前几年日记 三十岁前声色全马,无非是谁又请我吃饭啦 又和某某聊人生聊理想啦 去哪儿听戏啦,去哪儿看姑娘啦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夜里回到大宅院怒视自己 我怎么那么好色,那么堕落,我要发奋同情啊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随后呢,自责的文言文噼里发了 三十岁后,曾国藩作物了 他说,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于是,他以平凡的农家子弟身份出道 带着一身臭毛病变身 立下故为圣贤,变为禽兽的誓言 一生是克勤克己,一国三折,九屈连环 最终呢,屌丝逆袭 而且还留下了高智能的日记 便于后人来学习 目前呢,广泛应于各种鸡汤调料 1838年到1849年 在这十年之间 曾国藩在帝都混得是风生水起 道光对曾国藩是格外欣赏 十年七千 把曾国藩从一名普通公务员 提拔成了副部级干部 可怜道光早逝 天公不作美 咸丰刚上台就遇上了一场 实为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 1851年到1865年 使得中国绝对人口的数量 减少了四分之一 江浙一带是生硬涂炭 与此同时 1856年到1860年 远隔重营的老外 也提了菜刀过来趁火打劫 逼迫小伙咸丰签下了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就连隔壁老王也过来必读咸丰 签下了中俄爱归条约 一下子连老家祖宅都被占据一半 洋人恨不得把中国的地皮都缠走 孤儿望寡母 两眼泪汪汪 曾国藩的口号是 我是一块砖 东南西北皇上班 我是一块铁 皇上砸谁 保证匾 从1851年 红袖全革命 到1853年 攻陷南京 将其作为自己的首都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 太平天国几乎撬起了 清皇朝覆灭的棺材板 但是呢 曾国藩又把他按了回去 面对强大的敌人太平军 曾国藩采取了让人匪夷所思的策略 就是结硬在打呆仗 也就是避开正面交锋 修筑壁垒 乡军行军打仗 不管去了什么地方 最重视的就是扎营 每天四个小时行军 走大约30里 然后呢 不再前行 开始挖沟修墙 整个行军速度和蜗牛差不多 这个场景在历史上是非常奇葩的 闻所未闻 所以呢 相军打仗 不像战斗部队 像是民工建筑队 不会挖沟气象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常年累月下来 每个士兵都是挖沟小农手 一言不合就开挖 曾国藩用笨拙和坚持 一步一个脚印 最终的熬死了不可一世的太平天国 并且积攒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 曾国藩去世以后 朝廷对他嗜好文政 中国古代文官阶层里 一直流传的一句话 死当是文政 他代表着文官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许 是美事中的美事 无数人将曾国藩奉为精神领袖和人生导师 有人更是集体推崇曾国藩 将他誉为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被推崇 主要是因为他在儒家理论上 有很多务实的发展 继王阳明的知情合一之后 曾国藩的内圣外王 将儒家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他维划五十年 从一个屡战屡败的万人贤 到屡败屡贞的不早翁 曾国藩逆袭人生 后来总结为一句话 务来顺应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急过不练 做事一定要把握好当下 宁可一年不将军 不可一日不拱足 下课 到次回到